哈喽我是知乎社业的静修 哈喽我是瑞强 我们俩也好久没见了 今天我去我俩就开着车 溜达溜达 我们现在也不用拆车了 其实我们估计你们也知道我们开着什么车 我们现在开的是欧上的Z6 动力可以啊 请车道线不清晰 集成式巡航不可激活 我们现在是开的那个智能模式 如果开那个动力模式的话 那个游轮会更直接一些 这已经够直接的吧 哈哈哈哈 嗯 那你还没怎么开了是不是 我开了两百米 哈哈哈哈 一会儿可以换开一下 嗯 我Z6之前看过了 也去谈过电影什么的 都倒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 就是不知道真实的试驾感受 怎么样感觉 对开两百米也绝不出来 开两百米也绝不出来 嗯 其实我今天我还开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个感觉还行 其实一直还是一点贯知了 就是欧上的车的所具备的 呃应有的一些素质 它都有啊 是吧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开车在外面 我觉得 嗯 找到一个能够住我们的点 还是很重要 但是换你的话 你会选这个车 哦 要是我的话 我觉得我我我可能不会先上车 这种制度模式还是 制度模式还是 它是自己切换 根据你的那个游泳响应 哦 哦 但是 但是 响应没那么快 它会有个过程 如果你直接前往人工的模式 它的游泳响应 有过游泳响应 就跟着它分享 好我们转个音量电停一下 然后把设备架一下 好 好 好 越点停了 越点停了 可是可是你的已经有两辆车的主了 是吗 我就喜欢 估计在让它买个SUV的话 那种 从基因里边 或者从骨子里边那种动力 它就涨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 如果瑞翔没有它的其他车存在的话 它有可能会选这个车 是吧 它的语音确实很炫酷 而且它的语音很灵敏 是吧 你 说来说去 你就对它的智能比较感兴趣呗 对 这个车 它动力确实很强 但是 怎么说呢 它也没有强到超跑那种地方去 所以没有特别打动我 哎 哼 你这老是漂亮上去啊 这会又超跑了 你把SUV和超跑比你疯了 所以说就是 大多数SUV动力强强弱弱弱 其实也差不了很多 嗯 但是它的 毕竟 最近这几年接触的SUV要比轿车多很多 是 所以相对来说 那这就是打动你的力 除了智能还有什么 智能 我特别喜欢它的 后屁股 后屁股 特别漂亮 屁股很漂亮 从婚后 结婚之后就是 情绪爱好变了 哈哈哈哈 以前是看脸 后来就是看屁股了 哈哈 其实我觉得这个车 咋能我并往前仰 其实我觉得这车这个车 我觉得外观上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嗯 其实我们现在看车 实际上我们的第一眼影响还很重要 我觉得外观给人感觉 是一种干净的感觉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特别重要 我觉得这车的车就是给你感觉 没有拖泥带水 确实 很干净 这个是很重要 真的咱说咱们俩试过的SU也不少了 嗯 难得有车型 就是特别纯粹干净的给你的感觉 好多车就是 因为要做各种坚固 所以让车做的并不干净 给你感觉这个车就会拖泥带水 对吧 对 但这这个车就是欧上家座的车 普遍做的还是 比较专行 给你感觉比较干净 ほど跟车点AT有些抄托的 所以说我今天 开这个车的时候 动力的表现 还是非常的直观 所以直接给力的状态 épisode说我们现在 再去适应我们脚踏 以后无人反馈池回来的推背感 其实这个欧上自6 它是直接给到我们一种 强大的飞ång 具有很厚重的感觉 其实不管是动力排气量有多大 但是它的厚重感还是非常强的 没有那种为了虚高的拉大了 扭地带来这种嗡嗡的感觉 它的格恩降噪控制还是非常不错 比较整个车的发动机的反馈 还是非常厚极波发的 虽然它的动力从标号上看 它只是1.5T的发动机 但是它的拦惊动力 可以说了很神奇地加持了 这车子在如此大的车型上 它这样可以开起来很舒服 其实我觉得 上次咱们探电的时候 其实对这车也有个基本的了解 这次其实我们还是更多是要在 落地上去感受感受这个车如何 反正刚才我坐车的时候 你说刚才那个美女姐姐开车 我已经感受到了 感受到它开的刺激了 然后还有后面在高速上开的时候 应该是开了它的智能辅助 智能辅助是吧 对它这个辅助我感受到了明显的车机 拽方向盘的这个动作 是吧 嗯 这还是不太深 对 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没有办法 我觉得现在都是 要不你摄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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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觉得你更喜欢哪种 就是说你喜欢摄影别人 还是喜欢让别人摄影你 我不用说了 你也不用说了 我肯定觉得你是属于那种摄影别人的人 一定是被信仰的对象 因为你结婚之前跟郑融绝对变了一个人 我今天想知道你现在开的是哪辆车 是开了物理的车 还是开了精神上的车 没有没有没有 要不要帮你摄影车 我们OK了 走来呀 走 自己的粉丝 包括对你粉丝的状态 它是如何存在的 这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 欧上Z这种车 它是有自己的独特的规则 和游戏规则 和和我说不同的认知的 也正是这种不同规则的认知 让这个车 很多粉丝喜欢它之后 就爱不释手 甚至你开过它 这个Z6这个车以后 你过去其他车 就开起来 就觉得特别别扭了 嗯 就是这个这款车开上去 还挺比比较接近 新能源车的那种驾驶感受 是吧 哦 这边海边还挺好看的 当然我们现在 才说了这么长时间 以来欧上做了很多的突破 由于从几代车型 包括稳扎稳打的技术 到现在为止 我们去看到这架车的时候 我们可能更多想象到 未来技术如何来 沉脱到这架车上 但这次呢 它也是推动1.5T的版本 以及1.5T的混动版本 以及它的2.0T的版本 价格来讲 是非常的亲民的 因为现在是预出价格 像混动的起步价 才15万左右价格 也就是说它有可能 这个价格还要更便宜 有说15万上下就可以买到混动版本 当然如果在政策不同的情况下 混动还享受一个额外的政策 也就算更优惠了 所以我觉得今年来讲的话 我觉得混动版本的很大的表现 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可能车在很多的释放能量 因为确实在政策方面讲到 以后的混动 有可能没有享受更好的政策 所以今年的时候 你选择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力量 可能选择这种混动版本 所以我觉得长安在混动这时候 加持用了很多时间去做 就是说混动对于长安的意义也非常重大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 和UNIKE同款的混动技术 放在OSAM Z6上以后 我们觉得这个技术就非常的亲民了 因为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当然我们开始也说 我们选一个SUV 为什么要选混动 为什么在它这台情况下在哪里 其实更多是因为现在油价的飙升 更高了价格 同时我们更需要更长的续航 长续航是个很关键打动我们的地方 我们不管是油耗如何 先放在一边说 我们需要个长续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再去做环岛驾驶 还是我们去更长途的去探索 或者我们去穿越 或者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当然现在公路坚持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可能走进吴军区 或者去加速站 离我们很远会远 一向有保证你跑到1000多公里 1200多公里的时候 你发现幻动的技术 在这里边表现得更大优越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OSAM Z6的时候 我们从外观上看它的价值 包括说整个厂家来定义它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从OSAM的家族式的前脸 到OSAM Z6的进一步的突破 是吧 从Z开始的进步突破 其实人看得出来 它这次更多是彰显它的智能化的配置 当时我也试过 它在语音控制 包括车内语音和车外语音 是它独到的存在 所以正因为这种语音的存在 让我们和车的机的交流 多了更多的机会 也正因为这种机会的交流 让我们再去看那个车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好玩 当然我们还说回这个 争取的驾驶过程中 给我体验 我觉得它的加速的推背感 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的强大 因为可能我们正多 开的是这个燃油版的 一刀五剔的 蓝音动力当时一点不逊色 它的厚重的力量 也是让我们感觉到 开起来非常有力的 当然是如果说 你要是和混动版本比 和纯电版本比 也可能它可能表现的还是中心中剧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用 燃油版本在马路上行驶的时候 像正常超过车 我们去驾驶 玩出操控感 去完全没问题的 经过了高速 包括深路 包括这个盐湖路 我现在在走这段了 就是在盐湖上 这是个不傲冷潭的地方 所以我们再去猜这个车 随便讲讲这个车的 直接的感受 其实那车车 其实它一点灌汁了 保持了像欧厂加速车 所具备的一些反馈 舒适动物 等等其他 在过去的技术上 做的更完美 其实我觉得现在看的话 这个车的 在驾驶感受上 细节方面更准确 就是说准确的感受 是非常不错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 一直在评价一个车型的话 如果说我评价欧上车系 或者说我评价欧上Z6的话 我觉得它给我带来的 更多的感受是干净 用干净两个字来形容 欧上车系 这是非常准确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觉得它给你感觉 并不是拖泥带水 所以我们再去看欧上Z6的车 不管是外观还是驾驶感受 等等其他 它给你带来的 就是更直接的 让你得到 你想得到的东西 就是你没有那种 各种的拖泥带水 和各种那种 冗余的一些东西 其实它更多还是 让我们觉得 这个车开起来 很直接很舒服 并且在你的品牌认同价值观上 它还可以带你一起玩 其实我们在之前也讲过 其实我们现在缺少的状态是什么呢 尤其现在年轻人 其实我们更多是习惯一种习惯 我希望在每个生活状态中 包括价值观中 或者我个人爱好中 是大家认同一个同一个喜欢 像现在所谓的 而此元一样 包括我们所谓的人设 那我们对一个车的设定标准 同样也是一个道理 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 它设计去 基尔观之的 基尽的标准 所以欧上这个车呢 就在和我们的用户 和我们的 未来的车主代区 训养的状态的时候 它能给到一个 非常不错 更直观的反馈 这个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车 现在 show отк嗯 对 感谢观看